台北市東區有一間日式居酒屋 遭到竊賊 頻頻上門光顧 短短一個月內 他把店裡面的這些招牌吉祥物 拿了好幾支 也讓業者覺得非常心疼 因為老闆說 這些狸貓玩偶是他從日本帶回來的 那小吃的就要價兩千塊錢 現在被嫌犯給摸走 讓他氣得報警 晚上十點多 一名白髮婦人獨自走在董區街頭 經過居酒屋門口 他一眼看中櫥窗裡的玩偶 直接走進店裡 但他不是要消費 而是要下手刑切 一整排的狸貓玩偶排列整齊 白髮女子趁著店員不注意 把手伸進櫥窗裡頭挑了一支喜歡的 就直接拿在手上走出店外 看起來熟門熟路 原來他在一個月前就曾經犯下切案 其實看了監視器發現他是老人家 所以可能沒有特別想要去追溯這個東西 昨天是又發現到又不見 那發現又是同樣一個 一樣的身影 同樣的動作 這名白髮婦人在四月二號晚上六點多 鑽進店裡櫃檯花不到十秒鐘就把裝飾品直接偷走 放進背包裡頭隨即轉頭就走 面對竊賊接二連三賞門行竊 老闆忍無可忍 報警處理 這幾隻狸貓就是有把它黏在那邊 對啊那第二次來的時候 他可能就把它用拔的拔走了 被偷走的就是這隻狸貓玩偶 老闆特地從日本帶回台灣 光是小隻的在台就要價一千到兩千元 大隻的更要破三千元 前前後後共有四隻不見 損失超過六千元 但是我們的有點招財啦 那我們會覺得可能有被人家拿走 我們還要再特別再去可能進行添購是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這間店其實在大安區小有名氣 主打日式道地料理 酒水限時喝到飽 在台北市就有四家分店 是許多掏客的口袋名單 如今頻頻召竊也讓警方不敢大意 調約監視器畫面已經掌握相關嫌疑人 警方強調已經鎖定犯嫌 接下來將會通知對方導案說明不讓他繼續逍遙法外 記者網均請將明台報導